老杨到处说 欢迎继续订阅转发 我们的节目点赞里面打赏 对老杨私房查 以前我们推荐的三款葡萄 就有兴趣的朋友 跟少少认为骂了解一下 欢迎选购 谢谢理解和支持 有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其实我们正在思考 奥斯维新的信存者和作家 普里奥来为意大利的 意大利的犹太人 他是很少有的一个 奥斯维新集中营的信存者 他经常被人家问到一个问题 年轻人问的问题 犹太人为什么不反抗 那么来为试图做出解答 是写了一篇文章 那为什么在集中营中 从没有出现过大规模的反抗 在来为的一本书叫修战 他写了个后继 他回答了这个问题 但是并非没有反抗 集中营里确实发生过一些 小规模的起义 但对大部分人来说 反抗是极为困难的 德国人已经创造出一套 完美和狡猾的屠杀的系统 而且反抗会遭遇残酷的报复 最重要的是 大多数的囚犯器缺化政治组织的经验 也不具备反抗的政治意识 面对压迫应当反抗的观念 已经被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 所敲灭 因为这个意思是当时极少数的精英的政治意识 多数人没有这个意思 这是一个终极质问 第一点 乃为说现实的残酷 是致使逃脱成了一种奢望 他从乐观的角度看 当今的年轻人感到自由 是一个人无论如何不可或缺的权力之一 结果对他们而言 坚禁的观念立刻就要跟逃跑反抗 联系在一起 很多国家的军事条例的规定 战俘应该尝试逃跑 利用任何可以利用的机会 借此恢复他作为一个战士的地位 而海牙公约的规定 不得惩罚 试图逃走的战俘 很多浪漫主义的文学 这基督教恩求记 流行文学 电影 不断地把逃跑这个概念 强化为一种道德责任 在这艺术作品中 受到不公正 或者公正的监禁的英雄 总是一个正面人物 总是试图逃跑 甚至做不可能的环境之下 而尝试无一例外获得成功 把求患 那个不自由的境遇 认为一种不正常不合适的事情 就像一场疾病 好像只有通过逃跑反抗才能治愈 这个看法是好的 但是不幸的是 这种观念完全不符合 集中营里的真实的情报 比如 只有几百名求患 试图逃出奥斯维新 而这些求患中 只有二十多个人 成功逃逃跑的过程 是困难和极度危险 饥饿和虐待 让求患身体虚弱 而且抑制消沉 他们被剃光了头发 人们可以立即认出他们的条文的求福 而他们的木靴子 让他们没有办法快速安静的行走 而他们没有钱 而且一般人都不会说当地的语言 这个语言就是波兰语 他们在当地没有任何的社会联系 也不熟悉当地的地形地貌 所以关键是 纳粹对越义事件会残酷的报复 任何企图越狱的人被抓住 当众搅死 在典名的大操场上 常常有死前遭遇可怕的折磨 要是有一场越狱 被纳粹发现逃跑者的朋友 会当成同谋 关在禁闭时里面饿死 其他所有的求患被迫 占24小时 有时会把罪人的父母亲抓起来 关键其中 残酷的报复 党卫军的哨兵 如果杀死了一个 试图越狱的囚犯 他们可得到特别的假期 结果党卫军的哨兵 往往枪杀 并非试图越狱的囚犯 只是为了获得假期 这一个事实 人为的夸大了 试图越狱的囚犯人数的 官方统计数据 当然真实的数字很少 几乎都是一些亚利安血统 也就是非犹太人的波兰人 他们的家乡离集中营不远 他们有个明天的目的地 可以肯定群众会为他们提供保护 在其他集中营情况基本相似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在集中营里 反抗的种子 来你生根发芽 集中营有没有反抗 有 某些集中营有起义 比如说特雷布林卡 索比布尔 甚至比克脑 甚至奥斯维新的 附属集中营之一 但是这些起义规模不大 就像华沙犹太人 隔离期的华沙起义一样 证明了起义者 杰出了道德力量 而无一都是失败的 因为是关键一点 这些起义 主要是具有某些特权的 囚犯 计划和领导 这些囚犯比普通犯人 有了更好的身体和精神条件 从表面上看似乎有被受压迫 最深的人分析反抗的观念 他说即使在集中营之外 斗争也很少由下层无产阶级发动 穿破衣服的人 穿破衣服的人 并不懂得反抗 在关押政治犯的集中营 或政治犯占大多数的集中营 这些政治犯搞阴谋的经验 被证明极为有用 而且常常导致有效的保护活动 而非公开的反抗 不同的集中营 不同的时间 手段也不尽相同 这里面讲了很多 他说在犹太人占大多数的集中营 像奥斯维新地区那些集中营 无论积极或消极的抵抗 都特别的困难 这些集中营里 大多数求犯都缺化 最基本的组织 或者军事的训练 这些犹太人来自欧洲各国 说的不同的语言 因为彼此之间没办法沟通 生存条件也比一般的集中营 还坎酷 往往因为在犹太人的隔离区 经历了长期的饥饿 虐待和羞辱 他们比其他的囚犯 更饥饿 更虚弱 更疲劳 导致的结果 他们在集中营 可悲的生存期 非常的短暂 因为他们是流动的人口 一方面不断大批的死去 一秒一面新的囚犯 不断的到来 这种退化的 流动的人类群体中 反抗的种子 很难生根发芽 也是可以理解 第三点 集中营林的人 不是不反抗 而是没有办法反抗 那为什么 刚刚下火车的囚犯不反抗 而等了好几个钟头以后 又走进了毒气室 他说这一点很重要 德国人完美地创造出一套 如恶魔般的狡诈和灵活的 大规模屠杀系统 在大多数的时候 新到达集中营的囚犯 不知道什么命运在等待他们 那么纳粹以冰冷的效率 接待他们 但并不凶残 邀请他们脱掉衣服去淋浴 有时会分花回照和毛巾 并答应在淋浴之后 提供一杯热咖啡 而事实上的毒气室 伪装的像一间淋浴室 有水管 有龙头 有换衣室 有挂衣钩 有长凳子 要是囚犯们表现出 哪怕有一点点知道 或者怀疑他们即将到来的命运的迹象 党卫军和他们的爪牙 就会采取齐齐的战术 以极端的残炮进行干预 甚至开枪 放狼狗 把这些人咬成碎片 这些人领住了十天八个月的车 身体极度的皮盖 根本就没有办法反抗 事实上就是这样 而有时被人们提起的说法是 犹太人因为胆小 诺诺而不反抗 这是有无一荒唐 带有无武器 有个例子的证明 奥斯维新的集中营 曾经过 有三百名苏联战俘的考验 这些战俘连富力强 经过军事训练和政治灌输 而且没有孩子和婚女的拖累 即使如此 他们也没有办法反抗 最后一点 在今天深植于西方文化的观点 人们在压迫面前 不能屈服而应该反抗 在法西斯主义横行的欧洲 却始终没有得到广泛的接受 尤其是在意大利 这是政治活动家 在狭小圈子的产物 但纳粹和法西斯主义 立刻孤立 排挤 恐吓 摧毁他们 你一定没有忘记 德国集中营第一批 成千上万的受害人 就是这样一些人 这些人是反纳粹 政治党派的骨干成员 缺少了他们的贡献 敢于反抗 敢于组织的反抗 这个被人们广泛接受的理论 要很久很久以后才出现 主要归功于 德国在1941年 出人意外的失毁的 1939年9月签订的 苏德互不侵犯的条约 而进攻苏联之后 欧洲共产党人 就投上去反对 纳粹主义的斗争之中 来为说 总之 指责集中营的囚犯不反抗 主要是一个历史视角的错误 要求这囚犯 具有当时仅仅属于 精英阶层的政治意识 尽管他在今天 几乎是人民的共识 在当时是不可能的 好了第一 普里默来为 意大利的作家 化学家 以及奥斯维辛 第1174517号囚犯 这个号码 在他自杀以后 他的墓碑 没有任何名字 就是174517 这两种身份和经历 建立了他出狱以后的写作基础 他是1940年参加反法式运动 被俘 他公开了自己的犹太人的身份 马上从意大利遣送到 奥斯维辛 1948年他出版了第一本书 此后他一直笔根不错 撰写了一系列的文章 涉及诗歌小说散文回忆录 这个领域 而所有的文字的实质都一样 无一例外 都是记录和书写 集中您的生活 唯一和反思 而且的文字是创作 更是证实 1989年 莱维跳楼自杀 被厌识官认为是自杀 死前没留下任何文字 在美国大家的反应时 40年后 莱维先生始于奥斯维辛 这意识的什么 意识者 奥斯维辛的焚尸防抖 烟囱虽然倒了 但属于他的记忆 还在存在 回过头 他不断的折磨 人们的神经 另外一位奥斯维辛幸存者 同时也是1986年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作家 埃利·维舍尔说 早在40年前的 奥斯维辛时代 莱维已经死了 2015年 莱维作品全局 录选 纽约时报 联度非虚构写作的 优秀的作品 第二 读懂了莱维 回答的问题 至少 我们可以理解 苏联古拉格的犯人们 何以不抵抗 朝鲜 劳改营的犯人 何以不逃亡 以至中国的 夹边沟 那些右派的 劳改犯和犯人们 何以 不反抗的问题 第三 今天享有自由的人 没有资格的责难 他们所无法了解的 苦难者做 苦难者当时的 场景和情境 有关 奥斯维辛的话题 最近多了起来 我们会陆陆续续 和大家一起分享 来为的其他感受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